第四節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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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冒著風雨到了 加利利的拿撒勒城 並且是在 這麼一個仿製古代的 拿撒勒的村落 所建造的場景當中 那我在這裡的時候 就特別想到 因為看到這個會堂 這是一個仿造古代 一世紀也就是耶穌那個時代 所造的會堂的樣子 那 大家還記不記得在 《路加福音》第四章當主耶穌 他來到 猶太會堂當中的一個場景 那我給大家念一下 那是在《路加福音》的 第四章第十六節 耶穌來到拿撒勒 就是他長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 就站起來要念聖經 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亞的書 交給他 他就打開 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 他用高高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拆遣我報告 背魯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感謝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願那人的喜年 於是把書卷交歡直視 就坐下 會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穌對他們說 今天這今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你看到整個的這麼一個場景 你就會大概想像到 當時耶穌是怎麼樣 從那個拿撒勒的村裡面 進入到這個會堂 來到了這個桌前 拿起了這個古卷 並且講了 以赛亞書的預言 更重要的是指他 就是這個預言當中的彌赛亞 你知道這個整個路加四章是非常重要 因為他剛剛在曠野受過摩古的試探 並且被聖靈充滿之後 他就開始了他的彌赛亞大功 在他彌赛亞大功開始的這個當口 他先來到他自己的家鄉 來到拿撒勒的人中間 宣告這個福音 並且指出 他就是舊約先知以赛亞 所應許的那個彌赛亞 雖然他知道這個環境對他很不利 因為先知在本地不被尊重 我們都知道他是拿撒勒長大的耶穌基督 但是這些人並不會接受他 但是他還是來到這麼一個艱難的環境當中 去宣告這個神越南人的信念 並且宣告他作為彌赛亞的使命 來到這個世界上 就是要叫被辱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受壓制的得自由 那麼我們今天 一起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緬懷這段歷史 我們就重新思考這段歷史 我們今天其實 進入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是否也就像耶穌基督一樣 帶著這個福音的使命 帶著這樣的一種彌赛亞的重託 把這個基督的好消息 就像耶穌基督當年 在拿撒勒 在這麼一個會堂當中 去宣告的一樣 去宣告給世人呢 這就是今天你我 在神面前所要領受的 也需要去行出來的 這麼一個真道 好嗎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